姐姐,我们去干嘛? 买布 买布干嘛? 买布,买布要做我的这个演出服 应该严格说起来不是做 就是需要买几块漂亮的布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自个儿 打理这些演出的服装 所以这次也不例外 老板娘 嗨! 好久不见 你今天在啊,今天要来 买布要来他们 好啊,很棒 所以老板娘在特好 你真的是每次演唱会都好轰动哦 没有没有 真的了不起,了不起 对 他买了比赛楼 好,我们那个是一个比赛的 是一个比赛啊? 就一个歌手 他是一个歌手跟歌手之间要比赛的一个节目 所以他们都替我很紧张 怕我被淘汰 不会 姜还是老的老的老的 谢谢老板娘 谢谢老板娘 以前的能够造就是这样的歌手 没那么容易 不是素晨呗 齐玉老师 基本上是一众文艺青年的永远的精神偶像 小琪 你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可能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 比较少接触齐玉老师的歌 其实我偶尔表演的时候也是会偷偷唱一下 齐玉老师的歌 因为我从小是被他的音乐影响 他永远可以高贵 典雅 从容 又充满生命力地 把很多的音乐唱到你的心里 我们想到姐姐的生活当中的音乐部分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少了 很少了 对 对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是比较少一些 当然到这个年纪也是欲望不是很多 所求不是太多 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起伏 没有太多的烦恼 我的音乐跟我的生活通常都是很息息相关的 就好像 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工作而已 它就好像是一个功课 什么样的紫又可以配什么样的红 因为通常有很多人紫是不敢跟红的配 就我以前时常讲的 个性就是你的风格 虽然我们不是真正的一个写曲子 或时常创作的歌手 可是你对于歌曲的选择 你对于这个艺术形态的那种坚持 就它变成是一个你的作品 这样子的话就会长久